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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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这里是游戏废人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天堂W2月9号 也就是2月2周的更新内容 那这个礼拜的更新内容有比较多一点 但新的东西不算多 我们就快速的看过 首先第一个就是新的世界首领 上周预告的沙虫开放 那记得他是世界首领 所以他是在特定时间才能够打的 那是50等嘛 上一个是肃金40等 但是肃金40等去打 几乎都是被全面的 没有大佬在的话 几乎是打不赢 那你就算有大佬在打的赢 你可不会活到最后 这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现在他有白改落的就比较好一点 在之前的版本 树金基本上你5克就进去里面 就算王会死 你可能也活不到王死掉的那一刻 那现在沙虫开了 难度会如何一定是比较高 至于会多难 就只能等到时候实际打看看 因为掉落物品的话就是完全看命 这个就不管他 自己的箱子开一开就好 但最重要一点是世界首领入场时间全部改变 他这个时间是韩国时间 也就是说拉敦之坟改成是早上11点 树金改成是下午2点 杀虫是下午6点 除了杀虫这个时间 其实就算杀虫这个时间 我觉得也稍微有点鸟 反正就变这些时间 因为我自己本身因为工作的关系 几乎都很难去跟世界首领 所以说这个就大家知道 然后有想要打的再稍微注意一下时间 跨伺服器系统优化 这个的话最需要的注意的是 图书馆咒术式钥匙跟魔法娃娃保管式钥匙 变成是可以登录交易的 然后至于耳环箱子掉落几率提高 会提高多少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但最后一个最重要一点 一楼的魔法娃娃保管所跟空虚裂痕第二层 我们出现的怪物全部都变成主动怪 所以大家要小心在空虚裂痕的主动怪 现在又会变多 跨伺服器优化的话 这个部分就是原本在 跨伺服器功能没法使用的变成可以使用 但这些东西就是一样也不需要特别去那边使用 就只是让你稍微比较方便一点 下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一百日的纪念 它有分成就是每天送的跟特定时间送的 每天送的就是变成有送上级魔法娃娃跟上级变身 所以就有机会可以开到红 那再来就是一百日它有这三天 这个时段这三个奖项只会送一次 但是最后一个是有十抽的 不过它这个高级不确定到底可不可以开到红色 要再看一下 有可能可以开到红色 再来就是新的一百日每日纪念千道 那这次比较特别是它的每日千道不是只有勇敢药水 它还有烈人柱壁、特罗斯印章跟名誉之币各一百个 那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在等待的新的蓝舞步 那这次十四天有送蓝舞步 所以法师想要做蓝魔杖的就可以等这一次了 那再来就是这个野外首顶出现周期加快两倍 那有在打的就 有在死亡的就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Boss的复活速度变快这样 再来就是一百日的祝福 这个一百金币的收藏记得要买 然后收幕魔杖跟之前的一样 就大家 就是魔杖又开放了 所以又可以继续去打Boss 那再来这一个 就觉得有一点 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活动 就是CM硬币第一季 它是要你去参加社群活动 所以说 它下面这个就是平衡性游戏 这个就是它要参加社群活动 就是你要去 它的社群参加它的投票 反正就到时候看它的实际办法 如果真的很麻烦 其实就会有点懒的参加 那你拿到CMb的话就可以去换 以下来看的话 它最好应该就一样换 蓝布 就是武器跟防具的蓝布 那最后一个 情人节组合包 那这情人节组合包 主要是多了一个现实的收藏 就情人节卡片 下面有这三个收藏 但注意它的时间只到 4月6号就结束了 就是这个收藏品的使用时间 到这个时间去结束 然后它这个组合包 变身都只有送11抽 因为它主要是搭狂暴卷轴 也就是说 以这个狂暴卷轴22个来看的话 它这个绝对是卖2000转 它不可能只卖1500转 所以这两包一定都是2000转 那你没有想要拼制作的人 买这个根本都不划算 当然如果你是会想要 把收藏全部拼完的人的话 这种现实收藏 你都会花钱买拼完 那理论上来说 大概也是会去花钱拼制作的 那买的话就算还OK 那这次的话就是 狂暴卷轴的时候 开放制作红房具 就按照之前推测的 那如果下个礼拜 它开放做红饰品的话 那之前的暴雷 就很有可能就完全猜到了 那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 就是 就我现在一直在等 因为我希望它可以有一些 新的地图 然后 不用真的比现在的地图强很多 但是让玩家有更多的地方 可以去探索去玩 因为毕竟你现在游戏 你看一百天了 也就已经三个月 你开了三个月的 到现在的地图跟 当初除了跨幅副本以外 几乎就是完全一模一样 都没有改变 对吧 就是我现在能够挂技的地方 永远就还是只是 那几个地方 那龙之谷那边的话 顶多手动操控去打一打 你说要那死挂 不是那种大科长也没办法 那就算大科长 也大部分都是会用手动在那里拖怪打 也不会用死挂 就觉得东西应该要再开快一点 至少你应该先准备一个三四个以上的更新版本 以后再来开游戏才对 那反正他们现在就是边开边做 那甚至比起新地图雅丁来说 我比较纳闷的是 他们到底工程站什么时候要开 你天堂没有工程站这个真的很奇怪耶 要不然现在你说各个选盟在那里打架 那个打就只是 那个科长再花个几赚 然后把经验值买回来就继续打 说真的其实不痛不一样 然后你其他参加的非科长 你也没有什么任何好处 也都只是被杀到自己的经验买不回来而已 那你也没有利益可以分 大家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去拼 所以觉得工程站这个东西还是要早点用出来才对 甚至我觉得工程站这个东西可能比新地图还要重要一点 因为毕竟你是一个国战游戏嘛 对不对 你说是吧NC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